我是駐紮在這個地方最顯現 然後我跟很多的鄰居從我來的時候 就跟他們進行一個交流 那感覺非常大有一個轉折點 就是這個以色列國旗 我們掛上去以後 整個就是所有鄰居 我去這個上去跟他們交談的時候 完全是一個態度的一個翻轉 那之前大家都會覺得不理解 甚至覺得可能我們對他們造成了一定的困擾 因為這是一個居民區 當我們把以色列國旗掛上去以後 那所有人過來問第一個問題 他說為什麼你們要掛以色列國旗 說我就跟他們講說 我們中國人跟以色列人 跟這個猶太人包括是怎麼樣 我們是朋友 我們在這個烏克蘭前線 我們營救這個烏克蘭的人 我們是跟以色列人一起去幫助別人 那他一下子就會覺得我們是他們的朋友 而且我還跟他講到 就是這兩天 我相信大家如果看新聞的話也會看到 實際上目前猶太人在一個世界的一個處境 也是很危急的 因為他們猶太人所面臨的 也是40年來最嚴重的攻擊猶太人的行為 我們這個知道 就說包括這個Look 包括這些律師 就是他們在法庭上公開的 就是引用這些攻擊猶太人的言論 我說那我們中國人跟你們猶太人 在一定程度上是非常相似的一個處境 因為共產黨 因為邪惡的共產黨 它在全世界放毒 它這個把所有世界人 對我們中國人的一個印象搞得非常壞 所以說我們是面臨著一種種族的一個威脅 一個威脅 那猶太人也是一樣的問題 所以說他們當我們講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非常的感同身受 所以說他們也非常的願意停留下來 跟我們拿這個資料 他說而且大家都說我回去會仔細的閱讀這些資料 所以說這是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轉變 而且我覺得真的是一定要行動 一定要為真不破 我們只有在行動當中 我們遇到各種各樣的想去阻攔我們的人 想去阻攔 那我們一定會把這些邪惡的勢力去擊碎 那我們能夠一定會達到我們的一個目標 這就是我的一個分享 非常感謝